而圓圭外圍環流的豪雨轟架 花蓮南區各鄉鎮雨量 将近两天累积已经达到了700、800毫米 很多地方都积水灾情 其中浊西乡中平部落连外道路 居然淹水成河道 跟人们看不到路面了 居民还必须绕到太平部落连外道路才可以出来 新闻高晓晨表示已经向县政府回报了 这里每次大雨就会淹成河 一定要重视 这个圆规台风在花冬地区已经是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浊西乡的中平部落的连外道路 已经是变成汪洋一片了 那么这边的部落居民要通往市区 还得绕到另外一个部落才能出来 通往中平的路上非常积水 积水相当的深 那这个早就有的这个 这个比较常常积水的地方 只要一下以后就积水 那已经重视很久了 就是现在规划要另外走一条路 那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台风源归外围环流 好雨轰炸 花莲南区的雨量高达800毫米之多 多处传出灾情 中平部落这条连外道路 只要遇到大雨就会变成河道 卓西乡中李毕贤 先议员高晓晨等人 也一早就到各部落勘察灾情 而中平部落的连外道路 是首要先处理改善 这个我们经过勘察 确实有需要这个要改道 改道那这次我们会 积极来争取 那也会带到议会 这个来请县政府县长 重视这条路 卓西乡丽山村山里社区 往三明方向 清晨道路边坡出现食欲铺 吐石流急串而下 原油的马路不见了 目前已经拉解封锁线 以侧村民的安全 预理警分局表示 雨势不停 路面跟桥梁淹水都非常危险 已经请各所长 带警力到处巡视 协助警戒以及封锁 既然高雙雙 卓西乡采访报道